哈喽大家好,我是Daisy 今天就带大家走出厨房 去外面看看世界吧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从温哥华出发 然后到西雅图 到拉斯维加斯 还有大峡谷 林阳峡谷的一个旅程吧 旅程的第一天 从温哥华开车出发西雅图 建议大家出门前 先查一下过关的时间 10点钟从家里出发 过关以后呢 大概已经12点多了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家 旺德福的buffet吃午饭 相信大多数从温哥华开车过来玩的 朋友们都吃过这一家 位于Bellinheim的旺德福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吧 它这里的选择还挺多的 有中餐有西餐 还有我觉得挺好喝的酸辣汤 有煎饺子 有小龙虾 还有蔬菜啊炒肉啊 青炒虾仁 还有椒盐虾 还有炒饭炒面啊 豆角啊 还有这种椒盐的肉蟹 他们家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炒蛤蜊 我每次都要吃两大盘 今天是实现蛤蜊自揉的一天 最后来看看他们的甜品还有水果的区域吧 水果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在这里是第一家的咖啡店 大排长龙啊 这里是从派马克看到的西雅图的风景 我们拍马克以后呢 起床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百家超市的附近找吃的 最后选了这家黄金黄的焖锅 味道还可以 也没有特别惊艳 就是爸爸妈妈没吃过 就带他们吃个新鲜吧 服务员会帮你试试好时间 调配好酱料 然后会帮你拌一下那个锅这样 出锅午饭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波音的这个飞行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飞机 还有不同时间的飞机的那个发展史啊 其实还是挺值得来一趟的 这里还展示了二战时期的各种飞机 还有每一种飞机的作用啊 它背后的故事啊都很齐全的 还有航天的发展史 还有航天的发展史 小孩子还可以玩个小游戏 朋友们知道这两位是什么大人物吗 晚上8点钟的飞机抵达拉斯维加斯 是晚上10点半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